我想现在先跟你们分享 就是表格定义好之后呢 它的选取的方式也稍微有点不一样 例如说我现在如果游标点选这个J 好,我游标是不是放到J这边点一下 你知道它所代表的是选到整个J栏 一百多万个 你看我拉到最下面去 是不是还包含下面这些格子都选到了 所以是不是选到一百多万个 可是我相信你要选 应该是选到整个预计订单月份 那就只要选到这个地方 所以接下来选什么地方呢 只要点这个字 点一下 你看是不是就只有选到这个资料范围 可以理解我现在做的意思 好 所以相对的 选一格我想没有问题 一模一样的操作 但是以前你可能会透过一个方式就是下面往上选 只是为了要选到所有有资料的储存格 那可能会花一点点的时间 如果十万笔资料就慢慢选 就一直压住 滑住左借 那现在呢 现在我们有另外一种选法 就是点这个字 点这个字 点一下 蓝的名称 就等于说选到整个相关的资料 点这个蓝的名称 我们下的名称